位于河南路福州路口的商务运输馆 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 由夏瑞芳、鲍贤恩、鲍贤昌、高奋池四人 于1897年2月11日始创于上海 初期因为以出版商业部纪为主 故得名商务 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运输馆 张元济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 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1907年在上海杂北宝山路建成了印刷总场和编译所新职 1909年将编译所收集的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 定名为韩丰楼 由于时任商务运输馆董事长的张元济 对穷学生无力构书的情况十分重视 就创办图书馆供大众阅览 并将韩丰楼扩大成为公共图书馆 改名为东方图书馆 除了翻译出版各类图书 商务运输馆还开办了上工小学 办商业补习学校 张元济亲任校长 办意图学校 创刊教育杂志等等 商务运输馆为中国的图书出版发行和教育事业 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2年1月28号 128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军炸毁 炸毁烧毁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 编译所上工小学 特别恶劣的是将东方图书馆纵火烧毁 使图书馆的46万册长书毁于一旦 其中善本古籍就有3700多种 各地地方至2600多种 当时侵略军的陆战队司令讲得很明白 烧毁砸北几条街 一年半年就可恢复 只有把商务印书馆 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 但是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在敌人面前低头 在张元纪的带领下 马上成立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 开始了书籍收集整理工作 解放后 商务印书馆搬往北京 我们常用的词源 新华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 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词书 都是由这里出版发行的